纠结是没有意义的 你们在问我晚上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你们可能觉得我在骗你们 但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晚上干什么了 我晚上没劲 我自己跟屋里喝了一箱啤酒喝多了 什么牌子 你看我说了 你们也是不信 别 你看我的嘴巴别 为什么跳窗 我其实想走门 因为我在门口看见吕秀才了 啥时候看到我 吕秀才在腾掌柜的屋门口 练书法呢 我根本就没这段 然后我从窗窗窗跳 我本来说我要落地 我差点伤着 但是我没落着地 他就把我给抱住了 谁把你给抱住了 抱住了以后我说好怕怕 他说你不去 别怕 我们俩就往那溜达 抱你 这啥意思 这是我的故事 都说了你们又不信 你说像一点好吗